嗨!大家好我是豹子腿方常勇 今天台灣大賽GAME2的賽後戰報來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興兄弟這裡 岳振華昨日的打擊他其實沒有太大的劍術 所以今天的先發陣容就改為陳文傑來替代 那因為陳文傑對霸能的對戰成績會稍微好一點啦 所以這樣子換其實是合理的 統一這邊呢 蘇智傑從第七棒掉到第五棒 確實我們從昨天就有講過 蘇智傑昨天的擊球其實就看得出來他的狀況已經有調整回來 所以調到第五棒是很合理的 陣容的方面 羅國龍上 那今天結隊就沒有下場 這兩隊齁這個比賽其實大家都非常接近 所以 短打會比較多一點 那道雷會比較少一點 戰術相對會保守一點 因為在這種比較 激烈差不多差不多的比賽 其實相對的戰術就會比較保守一點 像今天 我們也是沒有看到道雷 那今天的比賽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戰術可以發揮啦 那 如果要講戰術的話 其實在 第一局上辦 所謂打者陳傑現極左安打之後 第二棒就馬上 做出了犧牲短打的 動作出來 這個會不會太保守一點 其實 值得討論啦 因為就在第一局而已 但是也 看得出來 統一師是非常的想要贏球的 在一局上辦 第二個人而已 是不是就需要去做犧牲觸擊這個戰術 其實是可以在討論 第一局下辦我們先給中華職棒的裁判先鼓掌一下 給他們鼓勵 真的 第一局下辦 那林佑樂可能是要配直球 那霸能可能看錯暗號投出了一顆 好像是曲球還是滑球 那他這樣子接 結果是好球 我們先主審 蘇建文 蘇老師 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那一顆球確實是好球 只是 林大安那個球他沒有接好 但是 主審裁判 蘇建文 蘇老師 一樣是給他好球 那確實那顆球是好球 沒有錯 那在一般的裁判可能就會 捕手沒接好 就變成了壞球 但是那顆球的 進雷角度確實是好球 真的要給裁判多一點鼓勵 宗憲兄弟一局下半 陳梓豪那個關鍵的蠶鬥 他一直蠶鬥 我看一下他蠶鬥的擊球 陳梓豪的蠶鬥 1 2 3 4 5 6 7 8 9 9的車球 他蠶鬥一直打到界外球 最後 才有保送 之後才有機會讓周思琪 擊出了三分泡 所以 蠶鬥真的是相對來講非常重要 那對於投手來講 投手也非常不喜歡看到 這麼年的打者 在 這個打席 其實大家都知道 英雄 是擊出拳壘打的周思琪 但是 還有一個幕後英雄 是陳梓豪 陳梓豪在這一場比賽 其實他沒有 安打的貢獻 但是 他那一個保送就是 非常重要 非常巨大 也是 其實那是三分泡 打出去之後 對於 重慶兄弟 整個來講 是 穩定軍心 應該這樣子講 反觀霸能這邊 他的投球基本上 他都是壞球走在前面 所以對於他的投球 還有對於中慶兄弟 在打擊方面 進攻方面 就會比較得心應手一點 因為壞球都走前面 你就必須 要往好球帶來 那 對於攻擊的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比較好應對 那許楊鴻在二局下半又集出了一支三分泡 那那一支三分泡一出現 其實就已經奠定了這場比賽勝利的基礎 他分別在七局下 還集出了一支拳內打 所以也就是說他今天單場雙翔砲 那第八局下半 詹子嫻再補一發 其實基本上 添加這些保險分下去 對於重慶兄弟就是 十拿九穩了 我們再回來講第三局 第二局下半 許楊鴻打了那支三分泡出去 那時候是6比0 第三局上半 統一被五顆球 就解決了一局 我相信我剛看到PTT有很多人說 太急了 真的太急了在急什麼 其實我告訴你們 那真的有太急了這樣的說法嗎 其實確實 是稍微有點比較急促的一點 但是 五顆球就解決一局 其實對於對方的投手 你省了他的用球數 那你讓對方的手臂整個都在一個好的接受上 其實是比較沒有這麼理想 但是 真的有 太急這種說法嗎 可以 第一顆球可以先等 但是第二顆球就要開始做攻擊 而不是一直等一直等 尤其面對 像呂彥清這種等級的投手 其實 有時候你越等 只是越死而已 他一直進攻你好球 但你不打也是好球啊 所以 真的有太急這樣的說法嗎 你等第一顆球可以 就不可以再等第二顆球 第二顆球進來好球 你設定到你就應該做攻擊了 他這種等級的投手 他就一直塞好球 一直塞好球 而且一直在他的節奏上 所以可以做的其實就像昨天 我們看到林戴安 還有林祖傑 那樣的動作 可以在旁邊貼個打擊手套 再慢一點進去打擊區 這樣子去 拖一下投手的節奏 這樣是OK的 但是 不是 上去就是要一直等 棒棒 兩好球你怎麼打 你也沒得打 這個跟有在打球的朋友分享 有這樣的方法 四局上半 林祖傑 強力交打者 他纏鬥了14顆球 那可惜啦 最後是遭到三陣 但是 那一個打擊對他來講 對統一師來講 都是成功的 雖然最後沒有得分 但是 他纏鬥14顆球 投手 李彥清 他上一局 第三局 五顆球就解決一局 但是他在第四局 花了14顆球才解決 林祖傑一棒 所以林祖傑這一棒 這個擊球內容 其實是非常的好 非常不錯的 這也是 提供給 有在打球的朋友做參考 四局上 統一師串聯安打 得了一分 可惜沒有能夠 創造出大局 要不然 可能 這場比賽 還是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 變化 我們現在來到 第六局上半 這個時候 統一換上 代打 張偉勝 其實這個可以討論一下 當下 是換上 陳雍姬做打擊 那陳雍姬在 第四局的時候 其實有一隻 一雷安打的出現 那在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讓張偉勝 來代打 陳雍姬 這個 其實我們人不在現場 我們不清楚啦 但是 以 正常的常理 應該會讓雍姬 繼續打 但是 唯一有可能是 因為 前面 羅國龍的棒 已經被陳從領換掉了 那 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如果有 考慮守備位置的話 你可以讓陳雍姬繼續打 那下一棒再讓張偉勝出去守國龍的位置 其實也可以 當下會做一個代打 調度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人不在現場 我們不清楚現場發生什麼事情 或許是陳雍姬有一點不舒服 也不一定 所以 這個調度其實是可以再 討論一下 我們常講喔 棒球 其實不是只要 打就好 其實手臂也是相對非常重要 為什麼今天的比數 有一點點讓統一追上來 其實有一個關鍵點 18局 中興兄弟二壘手的失誤 那個打到投手 結果要做雙殺 就二壘手接球失誤 失誤其實是非常傷的啦 好險 在那個時候比數已經拉開了 不然如果是在比數緊繃的時候 那可似乎就會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 這場比賽其實可以看得到 像魔力篤定的就是他在這個系列賽他就是中繼的角色 他不會再出來先發了 對中興兄弟來講 陳家居的受傷他情況現在不清楚是怎麼樣 會不會造成這個系列賽 以後的影響 沒有人知道 我們今天看到高宇傑他其實打擊上也有劍術 在手臂方面其實也還可以 所以這個就可以再觀察看看 這會不會是 這個系列賽一個關鍵的受傷也 不清楚 大家可以再觀察一下 對於統一師來講 統一師在這場比賽其實 他比數被拉開之後他有 去動用到他的板凳球員 像陳崇廷啊 像高國慶 像 陳崇宇 甚至到張偉勝 其實他有在試試看 他後面的可用之兵 他們狀況是怎麼樣 那目前看到的是陳崇廷啊 陳崇廷他的手感是非常的不錯 還是保持著非常的火燙 所以陳崇廷我在想他可能 從冠軍賽第三場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被白鑑先發 那 其實 當比數被拉開的時候 去 尋找給 板凳球員一些 出賽機會 其實這也是好事情 對 還有在 這一場比賽其實我有觀察到 就算 這一點也跟大家分享 我在PTT上也有看到各位在說 還笑得出來 輸球還笑得出來 其實輸球為什麼 不能笑 輸球還是可以笑的啊 這就是一場球賽而已 大家不要把那個 觀念就好像輸球或者失誤就一定要擺個湊點 其實這樣子是不對的 擺湊點你反而會影響到你身邊的隊友 不要被以前這種觀念影響 可以在總冠軍賽看到這些球員 他們都是一等一的球員 他們都是非常 不容易也非常不得了的球員 我常講台灣的2300萬人 可以打進職棒已經是少數了 還可以擠進總冠軍賽的名單裡面 這更是極少數 所以還是請大家給所有的職棒球員 多一點掌聲 多一點鼓勵 不要有責備 縱觀呢 其實統一在這場比賽 蘇智傑狀況真的回穩了 蘇智傑今天集出了三支安打 那對統一來講真的是好事情 統一其實他是打得到球的 他不是 說完全打不到球完全被封鎖住 其實他今天集出了 11支安打 只是 都是短程的一連安打 到現在打兩場比賽 統一的長打還沒有出現 所以這是統一的一個罩門 短程安打可以 但是看有沒有辦法 繼續去串聯 串聯拿到分數這會是 統一現在要面臨到的課題 反觀中信兄弟他只有7支安打 但是 還有4支的全壘打 所以這個 對戰組合其實就是 大砲對上機關槍 這個機關槍有時候會卡彈 所以 這是統一目前要面臨到的課題 再跟大家來 討論一件事情 這也是 中信兄弟的隱憂 中信兄弟他雖然 他的長城火炮 是非常的猛烈 但是可以看到他其實 從第3局到第6局 其實是完全沒有安打 完全被封鎖住 除了到第7局 許基隆打出那支全壘打 還有第8局 詹子賢打出那支全壘打 之後只剩下高宇傑的一直安打 其實這個是中信兄弟的隱憂 也相信這兩隊都會去針對他們的弱點 再去做補強做加強 那明天 有一天的休兵日 那我們就期待 冠軍賽台灣大賽的第3場 在陳青湖棒球場 移私到同一組 也希望各位球迷們可以多多進場 為你們喜愛的球員加油 記得不要謾罵多鼓勵 這就是今天的分析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拍攝影片當下 我們還沒有看到 第3場的先發投手 所以我們在先發投手這個部分 我們就不再做評論 好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對 跟大家講 我在總冠軍賽的第3場 在陳青湖棒球場 我會進場 為 兩隊加油 OK 不為特定的球隊 但是我就為台灣棒球加油 那也希望 大家都可以 一同的為台灣棒球加油 如果 正在球場 想跟我拍照 都可以 歡迎 OK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